你编剧作家 我rap 你影地影后 我rap 你当红爱豆 我respect 大家好 我是小琼 一般人只能给别人当导师的 都是在行业内比较有权威的人 但如今随着选秀和偶像经济的崛起 有些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和话题度 会邀请当红流量明星来当导师 一本正经的点评选手 不过他们到底有没有实力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就是关于周川雄在一个 好像是一种商场开业啊 或者是什么商场的庆典 观众也不是特别多 然后大家就是也比较冷漠的一个状态 相信这首歌一想起来 不少人都会感慨一声野心回吧 两千年左右的小刚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歌手 然而巅峰时期的小刚 却因兵突然推出歌坛 我当时是得了一个怪病 大概受到了四十公斤 人生好像越过了那个生死线 但就在最新一期的天赐的声音中 出道三十三年的小刚 就以选手的身份比赛 台下坐着的却是刚出道 五年的新晋五项孟美琪 要知道在座的所有评委 都只能算小刚后辈 虽然孟美琪非常懂事 都没有发表评论 可能两位老师会有更合适的 音乐合伙人一起合作 但还是有人看不下去了 双方更是被破发文澄清了事实 不过正如小刚所说 音乐人之间的交流确实不应该被 当年凭借翻唱这首 讲真的走红望路的刘宇宁 这几年也是辛苦坦荡 人气丝毫不比刘两个手差 从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她 不仅曾参加过我是歌手 跟专业歌手同台竞技 如今更是愉悦成为了 无线偶像的导师 从网红到导师 有网友说她没资格当导师 也有网友说她有实力有流量 不知道观众老爷们是怎么看的呢 远方去远方歌声多激昂 她背起行囊一路走他乡 几个两枪翻过山康 河水成冰凉 没有人知道她的方向 挺好的人啊 平凡而伟大 痛不怕的苦不怕 懒懒懒懒懒懒懒 多好的人啊 荒野要开花 你看她生活不走来 18年通过偶像联系生 C位出道的蔡徐坤 如今已经成为了 最职首可热的顶流明星 然而出道不到两年的她 转眼就成了青年2的制作人代表 一本正经的点评起了 其他选手的表演 永远第一个举手的人 她拥有了这个机会 还是引起了一定的争议 但是我说句公道话吧 咱空观虽然也是选秀出道 不过还是非常有实力的 这首情人就是她自己包揽的词曲 不管你对这首歌评价如何 都不能否认 这首歌还是被诱风放量 导师这种位置 还是要尽量选择一些 更有实力 更有权威的人来当 才能服众啊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